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全球快递Go Coco早餐 礼拜三的单元在现场为各位所请到的是郭正亮教授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先做教授都很紧张 不会不会 像你你是在 你现在的专职是文大嘛 我们那个是teaching为主了 教书为主 你不做研究 你以前跟 我们是推广部 对你跟国科会以前 我以前有做过 在动物争执系的时候 没事 没事了 因为我们那个是 我们并没有请很多助理 我们只有一个 我等要下半段再来讨论这个 看这个现在这些教授 我要是请你谈一下 那个我们的三大学术巨头啊 什么游说除罪啊 有些人是除罪了 官员除罪了 那这些教授为什么不能除罪了啊等等啊 公网公用也是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啊 当然 诈欺嘛 那可是翁起会不是说希望缓解数吗 结果被骂的臭头啊 嗯 好对 我们在线上为各位还邀请的是啊 也是听这个正亮的好朋友 旺报的社长黄青龙 青龙现在在大陆 青龙 嘿 你好 呃 郑梁兄 大家早 中国大陆哪一省 我啊 我呃 在北京 哦 在北京 OK 好 嗯 我们要谈一下南方周末的事件啊 这个那刚好你有不同的观点 我先请教这个正亮 是一个什么政治运动啊 嗯 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走法治 尤其是宪政的道路 嗯 那 其实他也没有写得很露骨啦 坦白讲 那文章我也看了 嗯 那结果呢 就有人交代说这个要坏一篇文章 他已经都登出来了吗 没有登 那你怎么看到了呢 哦 因为BBC转载 微博上 BBC 因为有人就贴出去了嘛 OK 那 他是一个实体报 实体报 他在这个广东 嗯 广东地区 对 那因为 是卖的 但是他其实也是共产党的 都是啦 辖下的报纸 这个绝对不是违法的啦 对 OK 那就是被换稿 哦 那换稿因为这个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很有尊严的啦 嗯 那他们就起来抗议 嗯 就说这个这样一篇文章有什么不对呢 被谁换的不知道 呃 就有人就团出是那个拓证嘛 哦 就是广东省的宣传部的部长 对宣传部啊 嗯 那后来就有点激进化了 就要求他下台 哦 就是编辑部抗议然后被 哦 我们后来编辑部又走到街上去了 啊 有人在微博上发动连署 哦 有人在微博上发动连署 哦 那后来因为这个报纸很知名嘛 对 所以就有很多名人加入声援啦 对 那一开始当然就是比如说姚晨啊 李彬彬啊 陈坤啊 这些人 都加入了 李彬彬大家很熟 姚晨大家很熟 因为有一个头发的广告是他在做的 陈坤也很有名 对 陈坤也很有名 对 哦 OK 那今天的消息是说南方周末的总兵级下台了 那这样算他输了 谁输 南方周末输了 好 这是过程 这个会把人家联想到当年就是上海经济导报 那个清本利那个事件 哦 不过当年那个事件是激烈很多 对 那更严重 因为那个氛围不同 好 这也听了 你在北京有听说这件事吗 呃 是 当然也有 昨天晚上啊 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北大的教授啊 还有一位这个 这个这个国企的一个老总啊 啊 那么谈到这件事情啊 他们都觉得纷纷不平啊 那纷纷不平 当然也因就是说 呃 南方周末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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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献死的主张啊 啊 第一个他并不是主张推翻共产党 对啊 他主要的就是要落实宪法 嗯 这样的一个主张啊 嗯 那刚正亮说这个事情跟呃 这个经济导报的这个 这个部位 其实他比较像 几年前啊 这个 欧巴马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这个当时的总编辑 南方周末总编辑向西啊 啊 啊 那么是被点名 就是去访问的啊 啊 但到最后能够登出来的内容啊 对 是有限的 所以呢 那所以他们就让半个版开天窗 对 那是只是呢 当时是用开天窗的方式啊 啊 来表达他们的 对这个宣传部门的不满 啊 那这一次的话呢 因为这一次情况是比较特殊啊 因为过去啊 这个宣传部门对这种审尾报纸的内容的干预啊 他不会直接抽稿啊 他会用其他的迂回的方式啊 那所以显然这一次我估计了啊 我估计他之前应该已经跟 呃 这个编辑部或者是这个这个两方周末的这一边的这个领导群啊 嗯 下过指令打过招呼 嗯 但显然不管用 嗯 所以到最后就是 等到他们交版之后啊 最后是由这个宣传部长 自己去把他抽稿 交版把他抽稿换稿耶 这个以前 最早在 我想你大概比我年轻 你可能没发生过吧 这个庆隆 我们以前在报纸的时候 联合报中国时报 以前这个 我们常碰到 这个调查局或者警总的人啊 嗯 也会在中史联合办公室走动 不是吗 对啊对啊 而且换稿的可能性也有啊 这个庆隆 我补充一点啊 嗯 因为那个英国金融时报 有一个大陆作家 他投稿写了整个过程 嗯 嗯 那您刚刚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 嗯 就是内部事实上已经讨论过了 对 那就是编辑群抗拒 嗯 对 他自己不抽 就是说 其实上面已经有暗示 只是你们说这个 这个评论新年限辞不妥当 请你们自己换 对对对对 那编辑群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编辑群好勇哦 南方周末常碰到这个事实 跟他还存在啊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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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曾去南方周末去演讲过 所以我感觉他们的整个氛围 要我来讲的话 非常像以前的自立报系的办公室的氛围 非常像 有趣 但是南方周末其实也有一些危机 这危机我以后再谈 那么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报纸它当然是属于省委机关报的集团 其中的一个部分 南方集团 但是他们过去他们很懂得怎么样来跟 一些比较保守的上级来周旋 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姓陈 他当过一个组编 南方周末的组编 那因为有一件事情 就是违反了或者说触犯了一些红线 结果后来他就要被处分 当时他们的社长的处分方式 把他降为副组编 待遇不变 但是一直都不派主编 对 OK 不过清隆啊 因为跟这个同时发生了还有北京那个炎黄春秋啊 不能上网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令人更意外 因为他也是一个完全合法的一个刊物 就一篇文章 然后就突然之间被人家断讯了 受到公信部的喊嘛 我觉得可以拉 我想正在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这两个刊物 因为阳光春秋的总编辑叫杜岛正 杜岛正我跟他也认识 阳光春秋的特点就是说 他是非常多的老干部 尤其呢 里头的核心股是以前 甚至当过这个中宣部的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发言 国务院发言人 甚至当过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 这一类的这些 换言之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都是在原来正统的 这个党的这个 系统里的 就是说宣传系统里头 那么他们出来 到很有趣 到年纪大了之后 反而比年轻的时候的主战更开放 这是一个 联光春秋的一个特点 那当然他们变成一个 大陆的开放派的一个 汇集的一个重点 那南方周末起来 抗议的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因为南方周末也一定会年轻 是因为他们有一波一波 被洗掉了 他们的人一波一波 但是他那个环境 那个土壤就是在那里 好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一次南方周末这个事件 引起比较多的讨论 首先第一个 有人讲一句说 这个事情还没结束 那就是一件 那第二个当然 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群 他们有这个反应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 抓到了一个方向 就是说18大之后 习近平代表了这个中央 那么他的一个整个的方向 是往改革 往核线 核法 这样的一个角度 要落实 那这是一个 应该说他们 他们认为了 应该他们每年都会 做一个新年的宪辞 就跟这个 延防春秋的这个 他们所主张的 我想是 有同样的一种 一种情怀 好那所以这里 其实我觉得反映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本来以为说 这个习近平接班 这个党政军一把抓 所以他政治资本 超级雄厚 看起来应该是 非常的顺当 但是从这个事件 来看的话 显然并不像 我们想象的 那么的简单 意思就是说 他刚接任了之后 显然里头 还是有一些 这种暗流 还在那边流动 那么我昨天也听到 一个朋友的说法 是认为说 现在习近平 还是碰到两边 在就是说 左右之间 或者说保守派 跟这个开放之间的 这种拔河 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有人说 这个刚才正亮私下 在讲说 这个是不是有人 故意给这个 南方周末事件 是故意给习近平 穿小鞋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是不是能够到 习近平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跟胡春华的关系 就是省委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 明日之星 因为这个这样子 其实胡春华 到了广东之后 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 所以北大的一些人 就很快的 要去 这个在广东 成立一个 北大的校友会 那这个原因 当然是什么呢 原因当然就是 要扶他一把 因为胡春华 是一个人空降到广东去 我说一个人空降到广东去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读过这个 近代史 那么广东是一个 这种内聚力 特别强的一个地方 其实以前大家知道 胡汉民跟蒋介石的 这个问题 是存在的 其实今天广东 我想也是一样 对于一个新来者 他会有很多的观察 想法等等 这就我刚讲说 一些北大的校友 还得要去 赶快要到广东 去成立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 校友会 那目的是为了 帮这个胡春华的忙 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来看起来 我们不明白 因为妥政啊 妥政是宣传部长 那么他是在 这个之前啊 他是在汪洋的后期的时候 这个上任的 当时呢 在圈子里头 南方新闻圈里头 就有传出来 说他要好好整顿 他要求这个 因为他自己本身 大概也是摇皮杆出来的 那所以也会亲自 介入到这里头去 只是说现在不能够 研判了 不能够研判说 那妥政是代表 胡春华的意思吗 这个就不清楚 因为就像你说 他里头有一些啊 就像我们打 打这个撞球一样 这一颗星的 这个三角关系啊 那撞来撞去 所以现在都好 我们还要再观察 所以妥政 他是在胡春华上任之前 就是广东的 这个宣传部部长了 对不对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报纸上这个 讲的是说 胡春华有介入协调 但是是南方周末 总编辑下台 不是大家要求的 妥政下台啊 那真的呀 你觉得这个后面呢 就南方周末输了 妥政影了 胡春华妥协了 胡春华为了要 他不能干掉 他那个汪洋时代的人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倒不认为说 因为汪洋也是改革派吧 那胡春华为了 他自己的前途着想 我觉得他也不至于 在一开始就搞这种事 所以人家联想到 是刘云山了 你就说新任的 这个战士剧长辈 到不见得说联想到胡春华 你说什么 汪洋干什么事 刘云山下令这个拖针 刘云山被认为是非常非常的保守派的 他们都是网络杀手 可是这件事情 基本上 清隆在大陆的媒体是不报道的 可是他是在网络上面 跟知识分子私下热烈讨论 对不对 是啊 那大家对洗礼的改革 会觉得这件事情冲击很大吗 当然没错 我想比较这个对改革开放 有比较高的期望的人 会认为说这是对洗礼的一个考验 当然会有人这样看 但是这个你从整个的媒体的 这个主要媒体的部分 是秀不出这样的气氛的 那寒缠效应 那你就想要这个蠢蠢欲动的 竟然就吓到了 我想这个不叫寒缠效应 这个叫疗火效应 疗火 疗火效应 但是我想不会 因为环球时报 其实在前天吧 已经有一个文章出来了 那么基本上的调子 还是强调是说 大陆的媒体 不应该被拿来像 要扮演像西方媒体一样的角色 他用了一个词了 说不能期待大陆的媒体 可以单独途径 对对 他用这个词了 要配合党的改革 也不是也不是 我觉得因为最近人民日报等等在改版嘛 对 那他也希望能够有更生活化 那更贴近事实的报导 所以恐怕两个路都在走 好 那换句话讲 就是说南方周末事件 出来到街上抗争的这些南方周末的编辑群 他们不怕秋后算账吗 金龙 不是 现在大陆的这个 好像不怕 所谓的秋后算账跟过去 不同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十年前的南方周末的 我刚讲那个主编 被降为复权 这都十年前的事情 这都已经十年前的事情 我意思说 现在的所谓的秋后算账 其实在中国中青报的这个冰点事件之后 都没有了 就基本上 所谓的秋后算账就有限了 我们那个要进一段广告 你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个事情还可以好好再谈一下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我们继续进来来看这个南方周末事件 最后这个两分钟 请这个在这个 现场 在在线上的 先在北京的青龙 刚好在北京啊 青龙这个 你会觉得这个南方周末事件 会在新闻界有那种肃杀的感觉吗 我觉得不会在最大陆的媒体 有多么大的一个一个直接影响 就在大陆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每个媒体有它的不同的这个属性 我刚讲 我们想念想象中的所谓的 对这些人的处分 连这个 这个这个十年前他们都懂得 把他降为副主编 待遇不变 但是一直都不补这个主编 这是一种一种游戏方法 博弈方法 然后这个七八年前的中 那个中青报的这个冰点事件 后来是两位主编副主编 李大同跟卢岳刚 他们后来就是当这个新闻研究所的这个工作 就让你吃闲猜了 这是一种 那当然的 现在就是说你如果还要在原来的系统里头 去求大发展的话 估计会这样的事情当然会有影响 那这个南方周末总编辑被换掉 就是戴罪羔羊平息事件而已 是 那刚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其大陆其他媒体 你讲的所谓其他媒体有什么影响 因为像满南方这样的媒体不多 对对 你讲的也很有道理 可是最后请教你 刚才郑亮也提了 就是说到底这个妥证呢 就是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长出手 这个换撤人家稿子 是胡春华下的令呢 还是刘云山 刘云山是政治局常委 现在是管宣传的嘛 那个大陆方面有没有人在讨论 到底是中央出的手 还是胡春华刚新班上任 是三百活 这个讨论人肯定是有了 但是我 我应该还没有 没有办法直接去得到足够的讯息 或者说能够足够的这种 可以研判的依据 说是哪一边的一个情况 因为以南方这个事情来说 也不见得会声道说 到一个这个常委的 那么高的一个地方 你的意思 来做这样 做这个所谓的抽稿的这个研判 毕竟出版的东西 他们不太可能说 但是这个我想到常委的部分 他只能定一个政策 以我们的长期跟国民党相处的经验 然后再看过 就是说胡春华 他处理这个南方周末 现在这个事件 我们可能看半年以后 这个妥证到哪去了 或是看南方周末的这些抗争的 年轻的编辑群 他们的工作的状况 对不对 要观察 共产党很多东西是要用看的 不是用讲的 三月两会以后会看得比较清楚 会看得 好 谢谢 谢谢青龙 在北京 天气很冷啊 你要保重啊 好 这个正亮 那你 好 你来告诉我们 就说 因为两会是三月嘛 对不对 现在因为还在交接阶段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有颜面问题了 那个共产党很爱面子 大陆很重视面子啊 所以否则现在不换 三月之后会不会改换 这个就是观察指标了 这个对大陆的其他的媒体 会不会产生某些这个连环效应呢 我觉得人家对习近平还是有期待了 那这个影响是在这个方面 因为这个叫新冠上任三把火 你能走多远吗 那人家就觉得你在这里 好像摔了一小跤 那因为坦白讲 民主化远得很啊 可是你遵守宪法总要吧 对啊 宪政改革是什么不对吗 不是改革哦 他只是叫你落实宪法 就是落实宪法 宪政改革法里的这个基本上的 而且阳黄春秋他去给人家封网 是违法的行为 国民党时代以前有很多党 那个军方的什么那个叫做 这个王生的那个办公室 那个没事就抓这个抓那个也有啊 你这样跟习近平要标准法制 就完全违背了吗 那他这个过程是一个动荡的过程 这个一定是有空中 因为南方周末这个跟法律还没关系 没关系 只是换个稿 只是换稿 可是阳黄春秋 最后还是给人家封网 封网了 封网这个要有违背法律的事实啊 比如说你毁谤 或者是触犯国家安全法律 都没有 可是你看得出来这次微博里面 你说像李冰冰啊 这个 那个 那个 姚成啊 不是阳黄春秋 他们敢针对南州发言 已经不简单了 微博有发挥很大的功能吧 讲话很委婉啦 委婉 但是就在微博上还是 还是可以讨论啊 是被人家放大啦 像比如说他只是引了一个索然宁心的话 对 但是微博上面的南方周末上的事件 有的人这个po的东西还是会被删掉啊 还好耶 po了又删了又po 对对对 因为 因为他们人很多啦 实在是太多了 这大陆的这个进步改革是值得观察的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啦 我觉得阳黄春就 就这个政治打压的程度比较严重 你说他被封网 因为他是违法的 对 这个是违法的行为 违法封网 而且就是工信部直接寄给你一个函 说你这个我要取消 就这样而已 就像以前我们的这个 嗯 警总 跑到人家的那个印刷厂 就把那个要印 已经印好的那些党外杂志 全部收起来一样嘛 呃对 可是他 我们的警总还会出具理由 哦 他们是没理由 他们完全没有理由 他也不说明 他是共产党 他也不说明 对对对 好这个是洗礼这个政权哦 这个呃 刚刚接上党职的领导群 可是他们未来这个两会之后 他们会呃变成国家的 当然党政一体啊 可是也是值得观察啊 这个对知识分子见来讲是呃 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指标啊 那刚刚讲到胡春华啊 这个广东省委书记 年轻的一代被认为 可能是十年以后的接班人之一啊 呢 面对这个状况 怎么样去符合共产党的原则 自己的这个地位 然后又呃 分为能不能掌握 现在第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总编辑下台 接下来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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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